昆营继续收听《忽略巅峰》第4254集 他要自语 楼船上那领主级别的墨族健壮眼前一亮惊喜道 大人 这家伙快要支撑不住了 他已经开始割舍小乾坤的疆域了 两族抗争这么多年 彼此都知根知底 人族开天竟被墨之力侵蚀 逼不得已割舍小乾坤疆域的举动 在战场上屡见不鲜 所以以往每一场大战下来 战场上都会莫名其妙地出现很多俘虏 那都是人族开天竟 从自身小乾坤中割舍出来的 而一旦人族有此做法 那就已经是穷途末路 这样的举动亦是饮震止渴 虽能暂时化解被墨之力侵蚀的命运 但小乾坤根基损失 实力大跌 在混乱的战场上有时候会死得更快 更容易被墨化 杨开此前的表现如此勇猛 死在他手下的墨族不计其数 完全不像是一个正常的七品开天 直到此刻割舍了自身小乾坤的疆域 莫族才心头大定 这人族也不是无敌的 他也是可以被打败被击杀的 当初在碧落关献出天地拳的时候 杨开曾割舍过自身一部分的小疆域 那种撕裂灵魂般的痛楚让他记忆犹新 若非逼不得已 这种时候他哪会如此失伪 然而此行 他必须得表现出一个正常的七品开天 该有的姿态 即便再强的七品开天 在墨族之中争斗这么久 也不可能抵挡得住墨之力的侵蚀 所以他之前明目张胆地服用了一枚灵灯 此刻更是不惜割舍了自身的小乾坤的疆域 所做的一切不过都是为了接下来的计划 显得顺利成长 好在他如今有世界术紫术 就算割舍了小乾坤 在紫术的作用下 也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自我修复 不予担心根基受损 割舍小乾坤疆域的瞬间 那撕裂灵魂般的痛楚 再一次洗遍全身 让杨开如猛兽般低吼浑身站立 这刹那间无数道攻击爆轰而来 打得他摇摇欲坠 心血泵飞 小乾坤疆域的损失让他实力大跌 如果说之前他所展现出来的战力 超越了一般七品开天的话 那么此刻的他 就只相当于一个正常的 新进七品的开天了 这等修复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 如何能够保全自身 四周围困他的莫族 无疑也发现了这一点 一早之前的挥手挥挥 勇猛进攻 杨开处境瞬间恶劣地无以复加 又过了不到一炷香时间 他的脸上再次被黑气笼罩 看样子好像又被莫之力给侵蚀了小乾坤一般 不过随着又一块浮路被割舍而出 这情况立刻得到了缓解 楼船上黑炎静静观望 此刻也忍不住赞叹一声 是个狠角色 他虽然不知人族割舍自身小乾坤疆域 需要承受多么大的痛苦 但这绝对不是什么好体验 一般战场上 人族舞者能狠心下来 割舍一次小乾坤就已经极为了不起 可这持枪青年在短短的时间内 竟然割舍了两次 这得需要多大的勇气和魄力 这个人族不但对莫族狠力 对自己更狠 当然 暑假去拿下他 那一直位战不出的领主 此刻竟主动请应 无他 前后割舍了两次小乾坤疆域的杨开 气息一降再降 几乎都要无法维持七品的威势了 恐怕再来一次 就要立刻跌落回六品失敬 之前见杨开所向披靡 这领主不敢上前叨扰 此刻杨开明显已是强弩之末 他又有何惧 若真能拿下此人 在御主大人面前也是一桩功劳 黑渊只是冷哼一声 贫你也配 那领主顿时懦懦不敢言 他虽不知御主大人如何打算 但察言观色 也知道御主大人对这个人族起了兴趣 应该有要收他为墨图的打算 否则逃亡路上不可能一直耽搁着 战场上杨开劈头散发 狼狈不堪 这倒不是装出来的 而是真的快要有限登枯了 纵然有世界术子数作为保障 但前后割舍两次小乾坤 对他来说也有巨大损伤 激战两久 身上的伤势也愈发严重 小乾坤的天地稳利 更是几乎快要干涸 然而他一直在等的墨族 居然还不露面 他能感觉得到 在那楼船上 那莫名御主 一直关注着自己这边的情况 却始终没有出手之意 这御主如此谨慎 说明他的伤势肯定极重 没有一击必重的把握 自然是不会轻易出手 既如此 那就只能推波助澜了 打定主意 杨开心头一横 凶猛一枪将四周墨族荡开 长枪在身前一处 原本跌落谷底的威势 竟是节节攀升 他辟逆之间威势自射 四周墨族不明就里 一时竟不敢上前 杨开眼中满是嘲讽和蔑视 冷笑不蝶 一群乐器也敢犯我仁族威言 他旋即勾呼一声 仁族永畅 本就攀制巅峰的气势 竟再往上涨了许多 十色金翼 面上一片慷慨赴死的架势 楼船上 那跟在黑渊身边的莫族领主 见状脸色一变 大人 他要自允 战场上 人族舞者为了避免被默化 沦为默徒 从而选择自允的不在少数 以往 每一次大战都会出现这样的人 所以一看杨开此刻的状态 这莫族领主便意识到杨开要干什么了 人族开天境的自允 规律极大 小乾坤中所有的天地伟力爆发出来 比权力出手一击还要凶猛 这也是人族舞者最后的手段 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 他们是绝对不会动用的 那持枪青年已然穷途末路 先后呵审了两次小乾坤 有跌落品阶的风险 在莫族大军的重重包围下 更是上天无路 入地无门 除了自允 再无他法 莫族领主说完 扭头一瞧 身边哪儿还有黑渊御主的身影 御主大人竟不知什么时候不见了 这领主反应倒也快 立刻朝战场中央望去 果然一眼便看到了御主大人的踪迹 御主大人不知何时 竟出现在了那持枪青年的面前 一只大手轻轻地朝他头上照相 此时此刻 杨开一身气势 以攀制巅峰 身后更有小乾坤的虚影若隐若现 骤然察觉 御主的气息扑面而来 当即眼神一立 苍龙枪悠然地朝前四驱 黑渊另一手轻轻一拍 便将苍龙枪拍到一旁 之前探出觉得大手 却轻轻地朝下盖去 重重地拍在杨开的脑袋上 杨开整个人被拍得一阵头晕眼花 黑渊确实重伤在身 可他如今的情况也好不到哪去 这一拍竟将他凝聚许久的气势拍得烟消云散 下一瞬 自黑渊大手之中便有浓郁的墨汁力涌出 化作墨云将两道身影包裹了进去 众多墨族看不见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 只听到那仁族喘出悲愤交加的怒吼 你休想 玄吉似乎有短暂的交手动静 便又陷入瓶颈 少亲等到墨云散去 场中再次露出杨开和黑渊的身影 黑渊气息略显不稳 杨开更是浑身浴血 狼狈不堪 手中长枪直指黑渊 不过很快 他便收了长枪 拱手一抱拳 神态恭敬 主人 听到这个称呼 四周观望的墨族们顿时都松了口气 如此情况无疑说明 玉主大人已经将这个人族默化为墨图了 从今以后 他将不再是单纯的人族 而是玉主大人的奴仆 黑渊微微汗手 上下打量着杨开 显然对能收复杨开 他也是极为满意的 随我来吧 黑渊说了一声 身形闪动 朝附近那艘楼船飘去 杨开说了苍龙腔 轻壳起声 紧随其后 上了楼船 上了楼船便立刻见一个领主迎了上来 恭喜大人舒服此人 日后必是一大助力 黑渊淡淡吩咐 我先休息一会儿 你照顾照顾他 莫要让什么人随意欺辱了 那领主闻言亚然 信之玉主大人果然对这个人族极为看重 否则也不会这么特意叮嘱 毕竟对墨族来说 墨图的地位实在低下 不过这般看重也不是没道理的 这人族之前的表现实在太过惊艳了 绝非一般的人族欺品 黑渊吩咐完便落了船舱 留下那领主笑盈盈地望着杨开 杨开左右打量 神色淡漠 这船上不止面前一个领主 还有好多个 不过此刻个个都神色不善地望着他 放在杨开大厦四方的场景 他们自然都看在眼中 虽然他们没有为死去的族人报仇的心思 但无数年的血海深仇 让人墨两族天生站在对立面 纵然杨开已经成了墨图 他们也是心中不喜 不过有黑渊之前的吩咐 倒没有哪个墨族领主来找麻烦 除了这些领主之外 还有许多伤残的墨族 应该都是上位墨族 在甲板各处养伤 杨开甚至从这楼船内 感受到了另外预主的气息 而且不止一个 这让他心神领然 好在计划虽然有所波折 总体还算顺利 他付出那么多 连自身小乾坤都不惜割舍了两次 如今总算名正言顺地 成为了一个预主的墨图 如今倒是有一件事情 需要先确定了 那阻止了自己自语 默化自己的预主 到底是不是阴阳关 那边之前选定的黑渊预主